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么泰国的文化特色非常明显 而且有很多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适合旅游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 专营泰国旅游的品牌 泰爱风的小编邱凌鱼来跟大家聊泰国 凌鱼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我想请问你有身为泰国通 一定会有一些你知道吗 泰国必去的景点推荐给大家 那有哪一些景点是一定要去的呢 对 如果说这个问题是针对 第一次要去泰国的听众朋友好了 那这样子第一次去的话 一定会挑首都曼谷 就像可能外国人来台湾 就是一定会去台北 比如说来台北101啊 护工啊 那因为其实泰国太多景点了 那就是说 那比如说针对曼谷的话 那小编就 哎 铃鱼啊 叫自己 你习惯讲自己叫自己小编 对 叫自己小编 对 其实我比较习惯叫自己泰神 太神了 因为去过太多次了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那如果说是针对曼谷第一次去的话 因为其实曼谷不外乎就是像是逛街 对 逛街 我说寺庙 因为那逛街啊曾经带客人去哦 那整个私心疯掉了 买到吃手收是不是 对对对 买到吃手收 买得太夸张是不是 扛不回去吗 傻眼猫咪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主要是逛街啊 看寺庙啊 或是体验性的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第一次去 那我要逛哪里呢 我有一个景点一定要推荐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叫恰都恰 恰都恰 恰都恰 周末四集 就顾名思义哦 因为周末四集嘛 它只有周六周日才开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们自己规划的日期 一定要挑礼拜六 或礼拜天去这样 因为平日去 就扑空 怎样 有去的也没去 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子 因为那个 这个恰都恰 周末四集啊 网路上有人这样写 说什么八个足球场这么大 可是 这什么怪啊 其实八个足球场 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样想象不到 到底是多大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让主持人来猜一下 你觉得这个四集啊 有多少个店家好了 多少 你说八个足球场哦 对对对 那不就好几百家 还是上千家 拜托 什么好几百家 我跟你说 有一万五千多 一万五千 我一次去只能逛一点点的小角落吧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来到这个恰都恰 周末四集啊 我跟你讲 他们的功能啊 非常的完善 基本上来这边的话 如果你是自由行 通常都会待上一整天 嗯 因为逛不完啊 我一整天只逛到一咪咪而已吧 对从找逛到晚 如果是跟团的话 没办法享受啊 对跟团给你两个小时就很够了 我跟你讲真的不够 之前也曾经带朋友 带客人去 三个小时都不够 对 基本上我待过最长的六个小时 嗯 不过也真的是会逛到 逛到累啊 还是会回软了啦 对对对对 因为他比如说一万五千多个商家嘛 他其实也有分三十多个区域 嗯 那其实园区很贴心 还准备地图给你看 嗯 他可能你能想象得到啦 什么衣服包包鞋子 手饰耳环 好比如说什么宠物啊 花卉啊 书啊 艺术画作这些 全部都你能想象的 你要买的东西里面 就是通通都有就对了 通通都有 而且东西 重点还怎么样 物美价廉 哦 哎他会就是比较强调 比如说他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商品 哎他其实文创反而还好 比如说你要买一些什么纪念品 什么大象包包啊 比如说一些什么 呃衣服啊 比如说一些local的一些衣服 哦那真的来让主持人猜一下 我曾经有带我朋友去 那那个买 那种女生买乐裤 那种短裤的牛仔裤 你要不要猜一下 在台湾买通常是多少钱 我不太清楚 嗯女生的 应该250300吧 对顶多390 390很便宜嘛 杀个价350 杀个40块也爽 那可是说 如果在恰都恰买的话 我曾经呢 哦 还不到哦 曾经 就是因为他可能数量买比较多 一条50块泰铢 我真的能穿吗 他是批回去要卖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真的吓来跳啊 我朋友跟我这样讲 50块泰铢真的假的 对啊 我穿一次就坏掉了 没有开玩笑 那跟内裤一样的钱 吓死了 50块泰铢一条牛仔短裤这样子 对对对 真的真的非常的便宜 你看你去换算那个汇率 因为其实泰铢跟台湾的这个汇率 就差不多啦 其实如果说真的认真计较的话 大概打95折啦 大概打95折 而且里面啊 恰都恰里面 它有很多那个小吃摊 因为你逛一整天嘛 总体有些吃的啊 对对对对 有些小吃摊 让你边走边吃边逛 重点是如果累的话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不用担心 它还有按摩店 哦也有按摩店 那种比如说45分钟200块 便不便宜 很便宜啊 在那边休息也好 对对是 所以就让你边走边吃边逛 还让你边按摩 对啊 就是说让你逛完之后 让你放松这个疲劳这样子 让你继续逛这样子 对啊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些 像泰国的水上市集也很有名的 对对对 那其实水上市场的话呢 它距离这个曼谷啊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那其实水上市场有非常多 那我推荐一个比较 for 观光客去的地方好 叫单人沙朵学上市场 那因为既然是for观光客的嘛 那这个地方啊 它的卖东西就一定会比较贵 贵一点点 对 你说短裤可能就是150这样贵一点 可以158号的 没有到这么贵啦 因为其实这个单人沙朵学上市场 为什么推荐大家来呢 因为大家可能有对 比如说看过一些泰国电影 比如说像那些什么富人啊 他们会在这个船 坐在船上面 对卖东西卖水果 在那边叫卖啊 卖水果这样子 五颜六色这样子 很多的船啊 棚子这样子 这很有特色啊 很有特色啊 你就是那个一艘船 大概是五到六个人坐在同一艘船里面 后面会有船夫帮你划着船 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我说 那我坐在这个船上面 两旁的店家 我要怎么跟他买东西呢 其实我跟你讲 各位真的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那边观光客真的比较多 这时候你只要跟店家 如果说你想买 比如说你看中一顶草帽 你只要跟那个老板四目相交 他就知道啊 你要去 客人来了 客人来了 他就会跟长长的钩子 把你的船给勾过来 哎好好玩哦 对然后就开始跟他干嘛呢 讨价还价 我以为继续跟他四目交接 然后勾通一下 勾通一下这顶草帽多少钱 开始上演默契 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讨论一下说 我在想买这东西 他多少钱 这样子 对对对 比如说我之前也遇过啊 买顶草帽啊 一顶通常我们买可能一顶一百五 可是他一喊人家我真的吓到了 他说他就按计算机给我 他就按八百块 哦一顶草帽八百块 太誇张了吧 就是要骗 不是要骗啊 就是要让你抬高喊低 然后让你杀价 对对对 所以就直接对半先 先对半砍吗 还是直接 对半还要第一 直接去一个零可以吗 这个太夸张 太过分哦 人家还要吃饭羊小孩 对对 比如说你八百块 可能跟他杀个一百五 人家说 那你刀半骨自由行 你会不会语言不沟通 沟通不好 没关系不用担心 我这几年去水上市场啊 他们的中文啊 一年比一年好 哦 原本可能跟你讲 他们太稳吗 一百块叫做两来 啊两来吧 两来吧 要不要一百块一百块 不是 他们现在可以跟你这样 就是讨论 一百猪一百猪 直接用中文跟你喊价 直接用中文 对对对 他们也有再update就对了 对对对 跟上这个潮流 就飞行一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说你去这水上市场 一定要杀价 千万要杀价 一定要杀价一定要杀价 那其实除了逛街以外呢 那这个泰国啊 它这个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 非常的鲜明 那其实那个曼谷有非常多的寺庙 可以去逛 人家讲三不一小庙 五不一大庙 对 那有几间寺庙啊 是蛮推荐给大家去参观的 很多人说 欸我不拿相拜拜 这样子会有什么宗教上的一些什么忽略 其实不用 其实是基本上你去这个寺庙啊 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建筑特色 建筑特色非常的漂亮 对有些可能是那种金碧辉煌 有些是那种什么 诚亚高贵 他们的雕刻很精细 非常的精细 而且他们是 因为他们是佛教国家嘛 他们很注重他们的雕刻 而且寺庙他们的维护 都维护得非常的好这样子 例如说有两间 必去一间是卧佛寺 一间是镇王庙 两个庙在对岸而已 中间隔阵 隔阵魅南河啦 我怎么在对岸是 我以为就是对接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对岸要 坐船过去就对了 你说卧佛寺的话呢 他就是顾名思义嘛 就是里面有一尊很大的卧佛 大概我记得长大概46米吧 46公尺 你就是一进去啊 那个佛像就非常的那种 庄严 对 慈祥 好像你从第一步 从那个头走到脚 好像那个卧佛都看着你一样 虽然说这观光课去的多 但是大家都很能遵守 里面的一些规范 不会说太吵杂 那唯一里面你会听到 你进去卧佛寺 你会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 你会好奇 叮叮当当当是怎么样 这时候如果说 你走到这个佛像的后面 原来后面有一共有这个48个波 你可以去捐个香油钱 会有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 捐个香油钱 你就拿那个一碗零钱 你就一个一个零钱 头进这个玻璃面 你可以就是祈福许愿 那个叮叮当当就是我们讲这个福音 你就可以把你心中的愿望 传达给这个佛祖之道 所以说这个卧佛寺啊 我是觉得蛮必去的 那再来是它这个对面呢 有这个正王庙 就是我们讲你灌完这个卧佛寺 你可以坐船过去 坐船也很便宜 我们讲到这个物价 非常便宜 只要5块钱太多 5块钱太多 超便宜 好便宜 就是一个回复费 然后我们进去这个正王庙 我们刚刚讲这个卧佛寺是进去参观 那这个卧佛寺啊 我们是要上去参观 然后只要上去参观呢 因为这个卧佛寺 这个正王庙里面 它有一座宝塔 这个宝塔来讲 有点类似像我们那种 五哥窟的那种建筑风格 就是你要上去参观 沿着这个塔 沿着这个阶梯 给它踩上去 它有一层两层 而且它的一层两层呢 会越来越陡 越来越陡 对 越来越陡 可能你第一层45度 第二层60度 当然不可能到90度啦 那会不会走上去下不来啊 对对对 其实还好 我跟你讲 你爬上去之后啊 你就可以看到对岸的卧佛寺 整个建筑 还有这个整个梅南河景 非常的漂亮 虽然说真的爬上去气喘吁吁 真的 超累那种 但是你上去之后 哇 宜然自得 心旷神异 因为非常的漂亮 之前很可爱 有人问我说 那我们有缆车搭下去 或是说什么 溜滑梯溜下去吗 怎么可能 还知道自己在走下去了 原路走下去 感觉是回去要好好的按摩一下 一个替退的行程 那一定会替退的啊 一定是替退的 超累 一定要晚上去泰式按摩一下 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也是泰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特色 对对对对 来到泰国一定要来泰式按摩 而且泰式按摩的价格 如果说你跟台湾比的价格 也是便宜很多 便宜超多的 不按不行 不按对不起自己 因为比如说你在台湾 你可能一个小时就要900多块 可是你在这个泰国啊 如果说你挑 比如说我们讲 它有分一些价格 你去路边的 可能这个一个小时500块 气氛好一点的 灯光美气氛加 灯光美气氛加 两个小时也900块 那真的是非常的通体舒畅 比如说啊 泰式止压按摩这样子 它这个跟台湾的我们这种 中国这种什么穴位的按摩 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台湾的话 可能比较着重于这个穴位 这个针对你穴位去按摩 可是泰式止压的话呢 它可能会比较针对你疼痛的地方 疼痛的地方 就是对从头到尾从脚 一路按到头 按到头 然后最后呢 再把你这样子 折一下对不对 折一下对不对 真的有些之前有些按摩师 会问我说 要不要上去踩一下 有的会踩 但是有的也不会踩 对其实它 因为踩的这个是 因为真的是你要整个 要练过 那要练过你 因为你比如说像我 像我这么娇小 自己讲 感觉上 因为你是当地人嘛 对当地人 感觉上你不耐踩 才让你觉得有点恐怖 一踩啪啪啪啪 就真的折掉了 肋骨都断了 对整个都断了 所以这个也是按摩师会问 他会看 也是看客人的体型吧 对对看客人的体型 对对对对 那你踩施按摩的话 这个两小时 非常的舒服 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之前去这个SPA 那有的是加精油的 它又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之前有人跟我complain啊 那个SPA 就好像没有按得很舒服 他是不是在通缆啊 他是不是在通缆啊 他去客树 我说其实不是 因为其实踩施按摩跟SPA 是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踩施按摩主要是那种疲劳 就是解除 消除你的疲劳 可是精油SPA呢 是比较强的那种身心零放松 那就是要主要把 比如说你这个精油 柠檬草啊 茉莉花香啊 或是什么玫瑰 对对 涂在你身上 让你这样去推拿 这样子 让这个精油 就是进入你的皮肤 就是进入你的皮肤 让你身体吸收 所以它不能用力的去压 它反而是要慢慢的去 让你的皮肤吸收 对对对 对对 这个灯光每七分加 还有这个香味 对 让你整个在里面睡着打呼 那種之前我就有經驗 因為太舒服了 對 太舒服了 傻眼打呼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就是還蠻舒服的這樣子 對 真的是 我覺得泰國真的是太好玩了 你去幾次都不會嫌多 而且你看 你覺得逛得很累的話 你又可以去泰式按摩 可以做精油SPA 那其實泰國除了好玩之外 我覺得美食也是很多人的最愛 那我們也是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跟林余來聊聊 泰國有哪一些好吃的美食 還有好吃的零食可以適合買回家來當伴手禮 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